船山 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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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冰友 我们月有五六年了 每年建于冬季 对 我今年六十了 刚退休 我滑边是十五六的时候就开始滑 比如说摔一大跟头 它给我浮起来了 这就熟了 就这么简单 四十多岁的时候 我身体状况特别差 后来我说得锻炼身体了 就跟他们学上这个轮滑了 开始滑冰 这个上瘾了 一直坚持到现在 哪有冰往哪跑 我滑一字滑的还可以 一字他们叫卸步 滑了有十多年了 基本上年年都来 刚开始学的时候 就看人家飘飘若鲜 觉得太好了 后来目标特别低 那会儿只要在冰上能跑 就行 然后玩着玩着就不断地提高 就不断地想学 滑冰 游泳 滑雪 滑桨板 然后滑陆冲板 如果单向的话 我肯定比不过人家 要比全能我敢吹点小牛 就是好像没有比我全面的 北京一帮跑花了 你知道吧 跑花 跑花就是我假装表演一下吧 我们非常欣赏滑的好 我们也经常跟国家队的教练去跟他们学习 今天是上速滑队 我主要搞速度滑冰 今天是沙海第一天开业 大家都非常喜欢 我们都互相之间打招呼 互相邀请 互相之间出场 都来都来 这些人爱好者都是 那肯定好多人跟您学吧 有这个技术不到位的情况下 给点一下 就指导一下就说 也说不上学 都是好朋友 也有我们在石上海 紫竹苑 北海 我们小时候滑冰和现在滑冰不一样 我们都是小圈 后来逐渐地接触大道 短道 现在设备也先进了 滑冰的好处太多了 对身体的协调性 灵活性 那简直就是特别最好的一个锻炼方式 交朋友就更为说了 这个到处都是朋友 只要你一滑 大家都特别亲 特别好 上瘾嘛 一个是朋友能相聚 大家一起滑冰 一起很开心 又锻炼身体了 又交了朋友 我们经常有时滑冰还一块去喝两瓶 冰友们在一块特别高兴 开心 所以每年都到12下来滑冰了 有个群伙 大家伙一块着急 有时候各几个打个电话 互相通过信 今天上岛了 今天咱们北海 好 今天咱们后海 只要一到冬天 我们就聚在一块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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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